中产党 好, 三个中产党 上次曾经说过John Flind 汇丰的CEO, 辞职 这次有另一家重要公司, 国泰航空CEO, Rupert Hawke 又是辞职 还有两个, 刘家培 这两个高层辞职 很多人说他们是被辞职 所以牵涉到一件事 上次John Flind 辞职 很多人说是中国大陆制裁汇丰 这次郭泰这件事, 更加明目张胆 因为现在的故事 就是说 中国文化局要你郭泰 交人 有参与抗争运动 你记住, 不是犯法的人 是参与抗争运动的人 都要交出来 Rupert Hawke 自己交了自己的名字 然后就顺便辞职 就觉得他为了抗争运动 去辞职 这个证据更加明明 首先, 由这件事开始看起 究竟汇丰和郭泰 是否真的被中共制裁 我认为呢 我想下压力 会比较合贴切 制裁 这个词是很麻烦的 会下压力 畢竟郭泰和汇丰 中国都很大 人家真的可以出声 而今次 中国是跟他们拼命 今次在香港的时候 中国是拼命做的 所以, 这件事明显是下压力的 我有两件事想请教一下大师 比较汇丰和郭泰 因为你属于金融股票市场 要我的理解 其实两间都有 香港或者中资的人 入了股票 他们两个的结构有什么不同 第一件事就是 中国或者香港人的股份 分布是有什么不同 第二个就是 他们在内地的业务 相对哪一个 会比较紧张更多 因为郭泰知道 航线那些 会影响到他的运作 汇丰有多少生意 在内地有关系 我又不知道 首先讲股权结构 其实汇丰绝大部分的股东 都是香港人来的 所以汇丰其实 英国人的股东相对少 但是管理阶层就是英国 当然郭泰也是 但是郭泰相对来说 因为郭泰有大股东 是史华家族 所以相对来说 郭泰还是有大股东 而汇丰大股东 早已经是中国 所以它是一间很奇怪的公司 它是一定要是 中国的祝福 当然郭泰也一定要是中国的祝福 这两间其实都是 港英政府遗留下来的产物 所以 又在港英直民时代 云有的产物 所以和香港这件事 是拆不开的 有些已经拆开了 有些已经拆不开 如果你是这样说的话 我觉得 至少香港人 在汇丰的state是多些 在汇丰的state 汇丰比较大 大多很多 郭泰的state有少些 但是两间都是差不多的结构 两间都是差不多的结构 所以他们的反应 其实都是 是不是可以说是预计之中 即是他开始 或者他们的 尤其是国泰的 他都是比较迟去 因为其实很早 有些其他公司 已经会表忠 或者是 他继续容许他的员工 比较低调 不去吵他们 在别人有压力的时候 他才这样做 整个泰股其实 但泰股其实都比较 当然是会比较 黃少少 会比较黃少少 所以 他们会采取一个这样的 但是 其实他们应该 是有少少的政治 但是他们没有 你知道 你跟一个这样的人 与郎共武的时候 应该知道 他将会是怎样做 我觉得 当然 大家都是 有希望 至少不要违背太多 自己的管理阶层意思 因为郭泰管理阶层 畢竟仍然是外国人 匯豐当然也是 所以大家都尽量 希望有一个平衡 但是 阿爷就不是这样想的 首先 我觉得 匯豐和郭泰是两个个案子 你真的找不到 John Finn 有什么支持抗争的证据 匯豐也从来不是在抗争运动 走得很前 你要惩罚匯豐 因为他曾经捉过中国大陆的配合 洗黑钱 但是问题是 如果你是一个很重要的 stakeholder 你根本一开始 就可以阻止这件事发展 不是现在才去炒人 去交人出来 但是anyway 现在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你会发觉 所有的大公司 都要出来表态 但是你会发觉 香港的民众对他们的看法 是跟一般小商户相差很远的 我们一说吉野家之前 或者有些什么化妆品 或者士堆 我们一定会说 要杯葛 罢卖 但是到现在 郭泰拿出来 那些人都不表现 是不是 他已经尽力了 又或者李嘉诚 四大地产商出来 大家都说要反暴力 都没办法 阿爷握脚就要快 你会发觉 为什么我们那种 这个我不是 这个是不是主流意见 因为我个别有少少 看到有些意见 郭泰很争议 因为郭泰最初 你转态 但后来 你见到郭泰CEO 出来辞职 他又背上身 是很复杂的这种东西 但是你想想 你在那些很低层次的小商户 甚至香港的明星 我们就很一致 不需要想想 就是要杯葛 就是要升到他 我都不是那么一致 你可能你见到多 譬如我们看的 中二体的传媒 做了一个故事 就是他 大家都很喜欢 志明与春娇 就是说终于齐齐脚了 就是由彭浩祥 出来说了什么 互旗手 互旗手 还是类似 接着到 袁文诺 袁文诺 到最后 到杨宣华 出来的时候 他们三个 一来是时间不同 二来是他们发表的声明 他出现比较旺的 是的 但是我想 杨宣华 那个case 就是有少少像 有少少像 郭泰那个case 就是说 他一来很迟先出来 有些人都会冷静一点 他都这样迟先出来 公司发表的声明 就是比较长一点 都是说他诬蔑他 是说他讲独 而他自己在网上 社交媒体上 发表的声明 几句 都是说些很坏的 就是不要插补他 他那么深 是的 所以一般的歌迷 对他的反感 都有人浅沙 是的 有人做刚才你做的事 但也有些人是相对觉得 都会被外国 他都这么迟先出来 现在吹鸡 每个人都要出来讲小话 整件事拍得很长 因为拍得很长 那些人说他常常拍 本都电影 就是抽水 但是我觉得 应该这么说 这个站是一个蓝丝 是一个爱国去讲的人 立场去讲的人 我怕你大家不记得 心恶祖国 十六大地产商 我不太知道 总之大地产商 就是不敢说的 那些大地产商 那些的 郭泰、汇丰 那些 全部个个出来 其实都是假扮支持的 到最后都不是真的支持的 我看到昨天的支持 撑警的大会 看到这么多大妈省走出来 我不见他打招呼出来 我不见大妈省打招呼出来 我又不见到他们 这些大妈省打招呼出来 到最后的地产商 究竟有多愿意 喂 你要是这样 如果你去支持的话 你去支持的话 就是 全部的员工 跟我出来 或者全部员工 你到最后才逼不得已的支持 我觉得 如果作为一个蓝丝 你们这班人 的确是黄丝来的 你叫我说 你叫我说 你叫你做 不停地去做 我觉得 我跟别人说 一个政府 这个中央政府 和一个特区政府 为了你们这班地产商 已经捱了几多骂 受了几多无妄之灾 这个就好像 一个叫做菲利阿婆 你可以说她做了一百万样的错事 但是她真的没有菲利阿婆 她真的很不想勾结你的地产商 只要当年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八万五 就已经搞了这班地产商 是不是 现在你们就不停去给那些人 那些黑衣人 那些黄衣人 就说她勾结地产商 喂 不是我想做的 你明白吗 我为了你捱了这麽多棍 你们现在还是黄丝 所以 还是不尽力去支持我 于是 于是 阿头就出来 不叫那些人出来 那叫做尽什么力 你说群众的眼睛 都是雪亮的 因为我看 那些人去骂地产商 骂国泰 这些人 是真的被 因为那些什么事 我之前说的 或者吉野家那些 就真的老板下命令 或者他自己由心发出来 说完只不过用错了 这些就是中正外国 好国民 应该要 掌赏他们 应该要给大陆批发地 给他们 这些好国民 那些地产商 应该逐个拿出来披头 彭浩尔是真心的 但是 去到杨千华 杨千华 就有些不情不怨 所以打击都要有分层次 没错 哪怕好长 这些就是真心的 至少他放弃了香港市场 就是 人家放弃了所有利益 以前的革命先列 不要说那些 就是 陈小春那些都不要 是再回香港 是 那些人是连家人都不要 人家人不要抛开 投身革命 这些才是中正内戒 现在这些全部 每个人都在做 我觉得 黄尸不要帮相遇我 但其实如果是这样 可不可以成立一些 评分标准 一来有些评分标准 一些Benchmark 你看看这个人隔了几个星期才出来 我们就要原谅他 不要所有人都说 互其手 我们都要全力打击 起码都要分层次 由最早出来事中 去到不情不怨 都要分层次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 最重要是蓝丝帮助 蓝丝是店铺 黄丝帮助 黄丝帮助 大家互相杯葛 最好 这个店铺当然就是这样 到最后 甚至乎我想说 一件事来说 现在这些事情 都已经可以变成插妆嫁祸事件 你记不记得 早前有个物理治疗师 打了一段东西 我们说 在嘲弄 侮辱 被人打爆眼的事件 那件事真的很刻薄 现在有很多人去做证人 其实他没有用自己的Facebook 很久 他被人插妆嫁祸 那些人就问 你什么厉害 你有什么资格 被人插妆嫁祸 我想想想 又不是 现在你要搞死一个人 你都可以用这些方法去做 要知道密码才行 不是 他现在说 他可以开个假的帳户 做一模一样的图 做完这幅图 传出 然后就说那些人删除了 你便可以完全不需要 有任何他的密码 都可以做到这些事情 我只是不去深究一些很技术性的问题 我反过去说 你要去污名化一个人 或者你要去搞一个人 例如有人欠你钱 可能你不是去贴街招 或者说他是什么老婆 欧佬 可能你写他就是一个蓝丝 可能他的效果比较大 你对他的破坏力 可能比较强 你说他就是蓝丝 也不是很大的破坏力 但你如果再冤枉他 说那些什么 做那些什么 那就麻烦了 好,这就到这里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